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的成长中怎么说呢 是要教大家怎么用来使用枇杷膏 很多的朋友呢 喜欢用枇杷膏做保养 那枇杷膏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主要的功能在保抑气管 养肺润喉 化坛 可以作为日常生活的保健饮料 那枇杷膏到底是什么作用呢 首先呢 当然是有些中药材 主要的成分呢 是枇杷叶 不是枇杷 很多人认为说 枇杷膏是用枇杷做的 是错的 在中药里面呢 是用枇杷叶来补养 主要能够清肺 化坛 磁壳 还有降力脂肪的作用 所以它有保护味 保护气管的功能 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成品 主要有底气 健脾 造湿 化坛的作用 它的味道也非常方香 所以各种止咳药里面的都会用到它 第三个就是商业 有舒风清热 而且有凉血 止血 养肝明目 润肺止咳的一个功用 接下来就是百合 百合呢 是有养阴润肺止咳的作用 有清新安神 所以当你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可以喝一点枇杷糕 而达到正经的一个作用 接下来就是用莲藕 那莲藕它本身有润肺养育的作用 那让你的气管能够变好 甘草它有补中益气的作用 而且有清热解隔 那对于止咳 喉咙痒痒有很好的作用 里面还有杏仁 它有止咳品种 润肠通便的作用 当你是有便利的人 刚好用杏仁来做一个调整 会加上冰片 有开窍型脑 镇静止喉痒的作用 那吃起来冰片容易非常的舒服 这些药材呢 怎样让它变成一个膏 那当然就要用冰糖 我们把这些药材呢 放在冰糖里面加水来熬煮以后呢 让这些药材的成分啊 融入冰糖 再把一些水面蒸发 就是变成我们的琵琶糕了 当你拿到这个琵琶糕的时候呢 就会拿到一个这样的礼盒的袋子 那里面呢 会有一个琵琶糕的一个罐子 那底座写着呢 底座下六腹 川贝粉 吉人贝 另外呢 你可能需要准备一双筷子 或者再准备一张纸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先把我们的这个琵琶糕呢 拉出来 拉出来以后呢 解释一下呢 是不是它的生产日期呢 还没有过期 那这个琵琶糕 保存期限呢 通常可以维持三年的变质 但是一般我们的这个安全使用 都是在一年以内 我们在拿出这个袋子以后呢 我们来检查还有其他的配件 这个就是一个凉杯 这个凉杯呢 它的温度呢 可以超过110度 所以我们在用热水冲泡的时候呢 不会有PPA的一个死数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的猪贝粉 这个是产用 没有农药 没有重心属残留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猪贝粉 是由四川所产的 那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猪贝粉呢 打开呢 倒在这张纸上 让猪贝粉呢 不要露出 那为什么要猪贝粉另外摆呢 因为猪贝粉是一个珍贵的重要材呢 它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 所以我们把猪贝粉呢 另外呢 用一个袋子来装呢 让我们的使用者 清除川贝鱼巴膏里面 放了多少一个猪贝粉 我们呢小心呢 去把这个盖子来洗碗以后 再用川贝粉呢 小心的倒入膏里面 这个猪贝粉呢 我们把它倒入罐子以后呢 我们来充用来搅拌 那这个需要2到3分钟的时间 这个猪贝粉呢 我们要均匀的 让它溶解 在我们的枇杷糕里面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第一次才需要搅拌 第二次以后呢 我们就不需要再搅拌 那使用上呢 我们倒出来呢 20cc 那我们附这个凉杯里面呢 它有清除了 那我们看到20cc的割毒 慢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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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直接呢 用热水冲到100cc OK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只用的方式我们可以再用筷子 或者我们用小湯匙呢 略微的 直接呢 就可以来喝 那这个味道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呢 你希望是比较淡淡的一个味道的话呢 可以把它倒在这个马克杯里面 再用热水呢 把它稀释 就是一个味道 可口的汪贝架糕 保护器管 养肺化痰止咳的养生的饮料 这罐架糕呢 不可能我们一次就用完嘛 如果在日常的一个使用里面 你几乎要在一个礼拜或十天用完的话 就直接在长温下保存就好 如果呢 你是希望慢慢的来使用的话呢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冰箱的冷藏里面 它的正常的保存期间呢 可以维持在一年左右 保存的方式呢 建议是说 你把它倒过来操作 因为有穿被粉在里面 那当我们长时间的摆放的时候 这个穿被粉可能就会 沉积在我们的下沉 倒出来的话 那它的成分可能不太均 保存的时间呢 希望是能够把它倒过来放 那在使用的时候呢 再把它放为原来的位置呢 静置呢 一两分钟左右 这样的话呢 它的成分会比较均满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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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儿